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來的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這一週的英雄地下城 到底要農哪一隻好 那其實這一週的英雄地下城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選的一週啦 仍然是那個老規矩沒光暗優先選光暗 那這一次的頭獎應該說這次最好的那一隻角色 絕對是光公夫妞 他是一隻在句點戰防守可以使用重複多練也很好用的一隻角色 他的三技能能夠消加稀條並且冷卻的時候有機會做到一個反擊 換句話說如果他今天打三下三隻各打到一下的話 在對方攻條沒有溢滿的情況下幾乎是保證了光公夫妞可以多行動對方一輪 另外他的所有技能都是有機會去做到連續技的 他的一技有機會接二技二技有機會接三技 並且三技在冷卻的時候有機會反擊 反擊的時候是使用一技能還是有機會去做到一二三的一個combo技 算是一隻打防守的時候給對方非常高的一個不穩定性 並且用他的平均回合數通常可以拉得比較高 所以說實在的也不用撐太高的傷害撐高速高體 就有可能可以直接去利用到回合差把對方給打殘 是這一次我最推薦的魔靈之一了 符文的部分配置種類就比較多了 四件套可以選用迅速或者暴走甚至有人使用到絕望 但無論哪種配置都是走高速 迅速的話當然速度再高一點會更好 我目前這樣的速度其實以迅速符文來講是不及格的 那也可以選擇暴走或絕望 那這兩種配置可能就要搭上一個體調角色 像是光狼人或者是水狼人使用二技能去做到一個速度buff 讓光公夫妞可以接上去去使用一個combo技 兩件套的話可以選擇破壞或者抑制 但我自己覺得作為防守段破壞是比較煩人一點的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的話呢 其實拚速度就真的未必會拚得贏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隊伍如果要拚速度的話呢 你其實很難確定說 他是使用迅速絕望還是暴走的 那這幾種配置 不同的配置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打一波的話 除非你真的確定說你的角色一定能夠跑雲對面的那個體調角 無論是水狼人還是光狼人 你確定跑得贏的話 那當然切一下可能這個隊伍就會直接不見 但如果今天你跑不贏的話 就有可能使用速抓隊就會一瞬間就沒了 所以如果要進攻的話 我可能會更推薦去使用到坦隊 然後拚這個耐磨程度 拚一個續戰力打一個容錯率喔 那這邊我運氣不錯啊 火花格一直暴走 那雖然沒暴走其實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的這個 我的瘋石像鬼就快要可以使用二技能做到一個群條 那我們等一下這邊群條調下來 好這邊 好群條調下來 蹦 那這邊的話暫時我們就進入到一個比較安全的時間點 那接下來就可以去利用我們其他隊友的毒 然後慢慢的把對面給毒死了 不過說句實在話的喔 這個對面的這一隻暗犀里 傷害比我想像中的痛很多 說實在真的比我想像中的痛很多 所以有點痛 不過我們只要不要死就好了 我們只要不要死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暗精靈巡弱者就可以一直用反毒的方式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把對方給毒掉 那也因為對面的這個光 功夫妞他有一個西攻條的能力啦 所以如果我們打這種後手隊的話 還是要小心一點就是有可能今天會被他的一個速度差 然後他給直接打爆一輪 然後這邊 雖然說火哈格不幸倒下來了 但這裡應該還是可以扛住 因為我最後這邊讀 這邊再讀一次 好這邊讀完應該他就差不多沒了 這是一個後手的應對光功夫妞的一種打法 大家也可以感覺出來剛才那場 說實在的如果光功夫妞多動幾輪 或者是我的一開場的火哈格少動幾輪的話 也有可能先翻車的會是我 所以就是光功夫妞打一個速度差的時候 他的可怕之處喔 然後再來的話 第二順目我應該會推薦的是水南瓜 水南瓜的話 他的一個被動技能算是蠻特別的 搶奪對方的一個強化效果 並且以自身強化效果為一定的數量增加攻擊速度 每次搶奪強化效果的時候 將會恢復自身的體力 並且他的一技能是根據攻擊速度來增加傷害的 所以搭配的被動技能 水南瓜其實算是可以做到一個挺穩定的小狀態的打手 防守四星的話 說實在的因為光南瓜現在的強勢程度更高 所以可能一比較之下 如果要使用水南瓜 真的我會更建議使用到光南瓜來防守 進攻的話就是可以拿他去打那種 對面的增益效果非常多 無論是火派的陣型 還是其他有一堆buff的角色都可以 利用他的一個三技能來去搶奪對面的增益效果 然後再看對面是暴力輸出型還是對面要來磨 如果是暴力輸出可能就會讓水南瓜作為一個啟動 如果今天是要坦磨的話 可能就會讓水南瓜去搭配一些 有續戰力 裝上破壞符文的角色來跟對面磨 也算是一個四星上面不錯的角色 不過因為現在的防守生態太多的這種風雷帝 又或者風鬼王這些角色 所以這邊水南瓜出場的一個實戰機會就低上非常多了 那符文的部分我自己可能會走暴走破壞 術暴體或者是術傷體或者是術體體啦 那如果是要走術體體的話呢 他的追傷可能就要高一點點 然後靠著他一技能速度越高傷害越高的一個特性來去抹喔 那如果今天是走術暴攻術暴體或者是術傷體的一些配置的話呢 那可能就可以考慮把破壞符文改成刀刃符文 直接去增加他的一個暴擊率降低符文的一個壓力了 那這邊實戰我看了一輪沒有什麼好的隊伍可以讓他去做上場 因為在現階段包含像是比較常看到的 火派旁邊可能會搭的是光雷帝跟水衣 可是因為他的三技能只要偷到狀態 那光雷帝就去疊加他的一個被動技能 其實效果也沒有那麼好 如果沒辦法瞬間秒掉對方的角色的話呢 水衣的不確定因素會比水南瓜高 那另外一個可能像是水香草的隊伍 可是水香草的話呢 除了他本身有忘卻以外 不要忘記他旁邊通常還會有一個風雷帝 其實對水南瓜的威脅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剛才看了一輪之後 水南瓜目前雖然說他是一個不錯使用的角色 但在現在的據點站來講 他的發揮空間確實有限 RTA的話你今天說想要把他拿來當成一個單消角色 其實可以 只是比他好的選擇可能更多而已 但如果你今天在RTA想要看到一個很穩定的消狀態角色 並且是自己擁有一個蓄戰能力的消狀態角色的話 水南瓜還是可以考慮 但如果今天要使用在RTA的話 肯定會去走一個高體力的配置 不然這種角色他體質本身很軟 有可能對面隨便打一輪就算輔助角色 可能都有機會把他送出場 這點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呢剩下三隻角色 我自己覺得用處是比較小一些些的 風骰的話他的三技能其實很特別 只要骰出相同的數字的時候 就可以復活所有已死亡的我軍 並且被動技能可以不斷地去恢復自己的體力 也會隨著他骰子的點數來決定 復活的隊友血量到底多 還是攻條會比較多 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技能組 說實在的 RTA還真的有機會可以使用 如果你今天發現 對面是比較沒有續戰 並且對方可能針對風骰的傷害能力 並沒有辦法那麼突出的話 風骰這個角色放在尾壓 是有可能做到直接瞬間逆轉戰局的 不過也要說 雖然有機會可以使用 但不是一個好的使用選擇 因為他太靠運氣了 打RTA的時候 如果今天旁邊的隊友全部都被收掉 剩下他 確實有可能因為他的一個三技能 直接逆轉戰局 但那要骰得到 換句話說 大約就是六分之一 17%的機率可以去發揮到他的一個最大價值 並且因為他的被動技能可以回自己血量 所以打殘局他可能可以撐得更久一些些 裝上暴走硬爆 讓對方就算要收他 也有可能因為打他而造成扣血提條 增加他的回合數 他多一個回合就給對方多一個不確定因素 這時候如果你不收掉風骰 執意要先收到第三隻 那其實他經過的回合就會更多 他經過的回合越多 就算今天只復活一隻 就算今天只復活兩隻 其實都會讓別人覺得非常的困擾 再來的話呢 是我們的這個暗球 暗球化的三技能 會移除敵人所有的強化以及弱化效果 並且會根據敵人移除的弱化效果為回合數 造成敵人的沉睡 雖然說乍看之下感覺不錯 但有一點非常可惜的就是什麼 他是沉睡狀態 對 雖然我可以直接把你的 所有負面效果改成睡覺 可是這就代表說 我不能用任何的群打技能 因為假設我今天移掉你三個 移掉你四個 你睡了三回合睡了四回合好了 我只要一打你 就等於說 我多移除的 就是白移除的了 所以這是暗球他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但作為暗屬性的群消的話 他確實還算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基數有106真的不算太低 二技能還有一個加攻加暴率 可以給我方的打手降低一點符文的壓力 RTA基本上啦 除非你吃到他的群消 否則不太可能可以發揮到他真正的一個用途 競技場的話或許可以 可是如果是要使用這樣類似的打法 那你的回合數可能會拖得比較長一點點 其實以現階段來講 我相信很多人的競技場都是直接封仇速抓 哪些隊伍能刷就打哪些隊伍 不能刷的那就算了 所以這個角色的使用率當然就會降低比較多了 最後一個的話呢是火鳥頭 原本我想說他真的完全沒什麼用 但是其實有一個地方是他可能可以就業的 就是火屬性的磨練之塔20都打亡的時候 我有看到國外的大神是使用他去打火塔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高進度的玩家 前面所有角色你都練過了 然後你今天想要爬火塔 又剛好還沒練火鳥頭 畢竟這些角色當中最有可能沒練的應該也是火鳥頭 那這個角色你可以考慮練一下去爬爬看火塔 當然如果你今天說我有其他的想法 我的火塔有其他隊伍可以用的話呢 那當然這個角色就還是別管他比較好 那如果你今天還沒有破 並且記得一定要是高進度 因為中進度玩家的話 你只算拿了他 你也看不到火塔20樓 你甚至連15樓看到都會很辛苦 一定是高進度玩家 你確定你要爬磨練之塔了 再來考慮這隻角色就可以了 好啦那以上是這次的英雄地下城復刻 無屬性的一個介紹了 原則上我的推薦順序一定是關公婦女 再來的話是水南瓜 再來的話是其次 不過我自己應該就會去練火鳥頭了啦 因為我自己的火塔其實也爬到19層了 差不多就要過了 就可以來稍微準備火鳥頭試試看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了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這是我們的同學 我們就可以了 哇 我們可以快點 我們就可以了